大家好,我是妙招姐 今天妙招姐来教大家一个擦皮鞋的小妙招 让你旧鞋变新鞋 大家看一下 现在妙招姐这双皮鞋就非常的脏 表面没有一点光泽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变得崭新如初 要用的东西非常简单 只要一点护手霜就可以了 然后找一块抹布或纸巾擦一擦 大家看一下 妙招姐只是简单的擦了几下 皮鞋就变得秤亮又有光泽了 由于护手霜里面有各种油脂的成分 对我们皮肤有非常好的滋润效果 所以用护手霜来擦皮鞋 不仅可以清洁皮局 还可以让皮质变得更加柔软有光泽 特别是出门在外的时候 鞋子脏了 用它来擦一擦快速又方便 而且任何颜色的皮鞋都可以擦 比鞋油更好用 好了 这只已经全部擦好了 我们现在把两只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是不是很明显呢 这只已经和新的一样了 而且护手霜擦的皮鞋非常的香 很好闻 如果你家里有过期的护手霜 专门用来擦皮鞋 是真的非常合适 那护手霜除了用来擦皮鞋 平时还可以用它来保养包包的皮具 另外 如果家里的剪刀生锈不利落了 也可以磨点护手霜来轮滑剪刀 这样剪刀用起来就非常的顺滑了 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 白鞋发黄变白的小妙招 和自己在家清洗羽绒服的小妙招 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妙招姐 然后关注后回复 白鞋发黄和清洗羽绒服就能看到哦 除此之外 大家关注妙招姐 还可以看到600多个 实用有趣 省钱省电 鞭飞为宝 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 要是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 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